注意看前方就是大里的旅馆一条街了 这里面的旅馆多如牛毛暗藏玄机 看到没有 我才刚进来 就已经看到很多旅馆的招牌了 还有这条街据说不是很长吧 大概就是300米左右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饭店洗衣店 所以这里的配套还是挺完整的 因为这里就是大里的西区 进一这条街是属于城中村 还是属于商业街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子 都是有一定历史了 看到前方没有 就这么一条窄窄的县子 都开了几家旅馆 这也太夸张了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这一条旅馆一条街的竞争有多大了 我们都知道大里是一座旅游城市 那些住宿的话先对不是旅游城市 是贵很多的 也结合这几天我在大里的情况 我就简单说一下大里的住宿情况吧 如果是在大里古城周边住宿的话 那个宾馆啊起码都要大几十块 甚至上百块了 如果遇到节价役的话 那个房价呀 都会飙到一百多块 几百块一晚上的 但是西区离大里古城有点远 不过那个房价也会多多少少 受节价役的影响 但是平时都要大几十块吧 不过我据说这条旅馆一条街上面的住宿 特别的便宜 一晚上只要二三十块就行了 不过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二三十块一晚上的旅馆 肯定都是没有卫生间 没有空调的 可能就一张床吧 我不是在忽悠什么 因为我出来旅行都有几年了 住的旅馆没有上百间都有几十间了 所以对这些旅馆的标价呀 或者是一些配套啊 都是有所了解的 话又说回来 一路逛下来可以看到这条街的旅馆真是太多了 十间三铺 有八间都是旅馆啊 据说的话这里聚集了一千多家旅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聚集这么多旅馆 因为我看到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汽车站 高铁站 也没有一些工厂什么的 所以就西方好奇这里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旅馆 但是这么多旅馆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西方有利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旅馆多竞争大 所以那个优惠率度啊 都是比较大的 看到前方的招牌上面写着 住一晚只要二十块 我都不敢相信 太喜会太便宜了 还有这条街到前方就结束了 可以看到这条街不是很长吧 但是旅馆是真的多 好了 这里就是大理的旅馆一条街了 如果大家来大理旅游找不到地方住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看 那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受 有什么显瘦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还有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